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个课题呢 因为当我们了解了天人地的真相 然后我们了解了他们的互相关系之后 我们就知道怎样能够弱势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来改变自己的利益 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更舒服 首先我想要讲的是天 各位 当我们想到天 天是什么 天就是在上面 有一些人在讲上天 有一些人在讲上帝 有一些人在讲神 天是无形的 它是一个境界 是无形的 所以天 因为很多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讲法 所以比较中肯的我们叫它宇宙的力量 那比较好 然后这个天 这个宇宙的力量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各位 当我们想到宇宙的力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想到三件事 宇宙的力量 第一是 无所不能的 无所不能 就是没有东西 在上天 在上天 在宇宙那边是不能的 这个等于是全能 第二点呢 这个宇宙上面这里呢 它就是无所不知的 当你能够达到宇宙点 就没有不能的东西 没有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宇宙 就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第三点就是无所不在 所以什么叫做无所不在呢 很多人 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 然后他说 诶 只有 比如说一个人心里 心念不太对的时候 他会想到 哦 这件事 叫做神不知 鬼不觉 各位 没有这件事 因为宇宙的能量是无所不在 没有东西能够被隐瞒 我们可以隐瞒别人 宇宙那一关 隐瞒不到 所以我们记得这三点 当我们讲宇宙的能量 第二点 无所不知的时候 意思是代表那个智慧 所以当某个人能够 修行 修念 然后能够进行反作 通过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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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体 能够接触 连线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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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点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 接到宇宙的讯息 很多 智慧的讯息 所以第三点 无所不在 真的 每一个人 人家说举头有神病 就是这件事 然后呢 在宇宙方面 在这个宇宙有很多 无形的法则 有很多无形的法则 来 管理和维持住 整个宇宙间的次序 如果说在人间 人就有很多落来管 这个 在宇宙 宇宙是怎样管这个 这个宇宙的能量 怎样在管整个宇宙呢 各位想清楚 我们人只是很微小的一样东西 在整个宇宙里面 想想上面的星球 想想我们的太阳系里面 那个太阳 地球 全部这些星星 这些球 挂在空中 是不是有一条线 吊住他们 怎样每一个人的位置这样 然后每一个球自转的 还为太阳转 还有月亮为助他转 为什么没有相串 这个就是因为有这个宇宙的力量 宇宙的力量 它有一个力量 来维持所有这些次序 所以在次序管所有宇宙所有的东西 包括管所有的人 事物 所以每一样东西的发生 都是有前因后果 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之后 我们知道 哦 东西是怎样发生的 很多人发生了某一些事 他们说发生了意外 其实 在这个宇宙里面 没有东西是意外 全部东西都有前因后果 有因 所以还有果的发生 所以到底这个 宇宙是怎样维持这个次序的呢 他就是利用法则 最大的就是 那个宇宙的法则里面有好多个 比如说 吸引力法则 因果法则那些等等等等 他是透过这些法则来反应的 而宇宙很厉害 不像我们人 一个政府要 控制人民的时候 还要设计很多法 还要很多政府部门来执行 宇宙不是这样的 宇宙可以看到每一个人 所以每一个人的命运 是怎样被反射出来的呢 我们后面再讲 所以第一条 我们了解天 天是什么 天就是那个宇宙伟大的月亮 那力量有三大东西 就是 无所不能 无所不值 还有就是无所不在 当那个金头在这里之后 我们就讲人了 人 这样在天和地中间 如果我们讲到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回头看 人 是包括我们自己嘛 这样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什么样的一个事物 所以首先要讲的就是 人 人有五官 眼耳鼻舌身 因为有了这些 所以人会看东西 会听到东西 听到看到了之后 我们的心里 会产生什么呢 我们的心里 就会产生很多思想 产生很多思想 还有人的特点 当我们讲人 我们回想自己 然后人 除了有五官 就引起很多思想 看到听到 就有很多思想 跑出来 另外一个重要的点是 人有记忆 每一个人都有记忆 然后记忆 进去的时候 记忆是什么 记忆是故事 很多过去的故事 然后从过去的故事 产生了欲望 又有想要想要 一个未来的故事 所以自己全部是故事 记忆是旧的 现在的问题里面 现在的问题是 是 人有五官 有思想 然后有记忆 有欲望 再接下来 人还有什么特性 人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 选择 人 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 每一刻 我们都面对做选择 就是说 比如刚才 你们在家的时候 你们被选择 到底 尽管要来 还是不要来 等下 要吃这个东西 还是要吃那个东西 每一个时刻 我们都面临选择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只是有些人要选的 他还不知道 所以每一件事 我们都要选择 而做确定 有的时候呢 当我们不想要选择的时候 那个也是一个选择 就叫做放弃选择 所以人既然有了思想 人常常不断在想东西 当我们说一个人 他在忧虑 忧虑 他在烦恼的时候 那是什么 那是在想 他在想某样的忧虑 某一个东西 烦恼某一个东西 接下来 人有情绪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绪 什么样的情绪 生气是一个情绪 恐惧也是一个情绪 然后喜怒哀乐 那些全部是 不是那个情绪 再接下来就是 人活在这个世间上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他会set很多规则 在家里有家里的规则 比如说 毛巾应该这样放的 牙膏应该这样捏的 他们国家层面都有 都有规则 所以活在人世间 就是活在很多规则里面 所以他明白了人的特性和特质 有人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个性 我们的个性 像刚才这里有讲过的 他就会 就会影响我们的命运了 当我们在讲到人 这个层面的时候 这个是有形的 有形的 不至上的 人 人 会怎么样 会起心动念 还有人 的另外一个特质 就是有时候 口是心非 什么叫做口是心非 心里想的是一样东西 但是口讲出来的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所做的 并非是自己所做的 这个就关系到 等下我们讲修行 整个落实在生活当中 当我们听到了 明白了 怎样落实 所以各位 当人有了所有那些特质之后 这个宇宙的法则 很多就造下来了 很多就造下来 造下来人这边 这个叫做因 现在我们要了解地 什么叫做地 这个土地是地啊 这个大地也是地 各位讲地 也是有形的一切的东西 但活在这个人之间 一切有形的叫地 跟我们最密切关系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 那个也是地 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 也是地 我们的身体是地 我们身体的状况 也是 还有我们的工作状况 人际关系 还有每一个当下的 性情和情绪 都属于地这个层面 所以大家明白了吗 我们人的灵 是从那边来 从天 来到人这里 人有了灵 才是活的 活的就有很多思想活动 很多情绪 很多心情 这些 所有的这些 自己的思想的观念 就会接近自己的命运 因为这些思想的观念 会传到去上面 然后上面会把它反射下来 那个叫做吸引力反尘 意思是说 当人活在这个 这个层面的时候 如果一直常常 想着不健康的东西 一直想到什么病痛 或者是去注意那些 那些新闻 或者杂志等等 想到太多 注意太多 就会发生在地 就是发生在身体上 如果一个人 常常在想 没有结果 很苦很苦很苦 反射上去 就回到地 就回到他的生活环境当中 这个叫做地 地的层面 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男的做生意人 他最近在生活当中很不顺 他就问 他见到一个大修行者 他就问他大修行者 为什么最近很不顺 很多东西都很多 有很多障碍 然后呢 那个大修行者问他 你对家里认语人怎么样 就是说他对他的太太怎么样 那个他说很奇怪 我现在是问你我的事业 我的生意 为什么你问我 对我的太太怎么样 你看 那个大修行者 他的解释是这样 他说 女人是水 水就是财 他说如果你在家里 你对你的太太好 你的事业就会顺利 大家听到有道理吗 他说如果你 对他很不好 当然 好和不好的程度有很多 所以大家自己去想 他说如果你对他很不好 你就等于对你的水和你的财不好 然后你怎么样会有财呢 所以讲了这点之后 他说他回去他会感变 然后他又讲一件事 就是女性既然是水也是财 什么叫做水 水就是要温和 温柔的 所以 女性不管是 目前在这个社会上 怎么样打拼 当 你在外面可以成为一个女乡人 当你回到家庭的时候 你要转回柔和 你要转回柔和 你才像水 一体状的水 那个才会叫做流动 一体状的水 那个才一体状的会流动 如果那个女的很硬 性格很硬 就等于什么 那个水是冰的 结块了的 等于那个水啊 那个肠子凝固了不流动的 所以 如果 那个女的 常常是 很暴躁很生气的 你没有这样的朋友 如果常常很生气很生气的 不要看那个水足不了 冒烟这样 所以 那个水油花了 那柴油了 所以 这个东西都要双方便配了 男的要对女的好 女的要柔 要像一体状的水 一体状的柴来流 气状的 整半 固体状的就是那种冷冰冰 那是怎样的 它就不能流动了 就固在那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边全部都是人的状态 反映到天 转下来定 所以人 看不到这边 每一个想要努力 怎样改变 他的状况 改变他的情况 改变这边 他不知道怎样做好自己 透过上天 那边的力量 来跟他转化 还有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的心理状态 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上面 既然 老天那边是无所不知的 所以他都会反映下来 这个就是为什么 有些时候 信徒们在找师父问 他有某个人选择 他应该怎样选 或者是他现在遇到某一些情况 某一些状况 现在应该怎样解除 因为 透过宇宙点 透过上面 师父得到那个讯息 然后当然 那个牌 也是一个印证上面 针对你的状态 针对你的频率 然后 从那个牌那边 反射出来 反射出来 和证明 某一些东西 所以呢 我们人 活在这个人世间 了解了这个宇宙人生 之间的关系和真相 我们就要知道怎样做自己 怎样修持自己 很多人也会修行 修不修都没有 没关系 都不重要 告诉大家 关心到我们的命运 感谢到我们的健康 感谢到很多 我们一起在一起 今天我就选择到这里 谢谢 谢谢